这小男孩用脚夹着粉底 不知在地板上写了什么 姐姐认为他在画三角 但却没有画对 父亲随即拿过笔 在他面前画了标准的三角 可男孩却想用力地擦掉 这时母亲发现 男孩画的不是三角 男孩表情兴奋 看来母亲说对了 接着他奋力挪斗身 表情扭作一团 拼了命地继续在地上写字 这次他写了个N 家人在旁静静看着 还不知再写些什么 接着他又写了勾 简单的两个字母 就让男孩无比失利 汗水都流满了面庞 虽然还没写完 但母亲却眼角湿润 因为他知道 男孩写的是母亲 只见男孩身皮力尽倒在地上 这是他第一次 完整写出一个单词 父亲惊呆了 他高兴地抱起男孩 来到了长区的酒吧 男孩名叫克里斯 患有先天性大脑麻痹和身体残疾 只有左脚灵活的如同常人一般 由于这么大了都不会说话 人们都以为他是个傻子 尽管如此 家人也从未放弃他 每天都会载着他 推着小推车在大街上游玩 这天 母亲意外摔下楼梯 独自在家的克里斯 立马挪动着身躯来到楼梯口 右脚被卡住 他就用左脚踢过去 接着他一步步滑下楼 等来到母亲身旁 便用左脚拼命踢踹房门 这才换来邻居的救助 没多久 克里斯就已长大成人 全家都为他点起蜡烛 庆祝生日 虽然身体依旧残疾 但他也慢慢学会了说话 也会用灵活的左脚 在纸上作话 全身残疾的人是怎么踢球的 别人射门 他就用马来接球 对方想继续射门 他就用牙死死咬人家 而对面看他这副样子 便盼他罚球射门 同伴把他抱在地上 对面一看 以为这球手定了 哪知克里斯表情使劲 而在聚会上 伙伴们转起酒瓶 停下时 瓶口对准谁 这女孩就要亲他一口 女孩以为会是自己的男神 结果却转到了克里斯 伙伴纷纷嘲笑他 但他却忍不了 站起身就往克里斯走去 克里斯彻底文献 打难以后 他满脑子都是女孩 还通宵用左脚 画了一幅画给女孩 等女孩说到画作 还以为是男神送给她的 哪知一看签名 伴随着同伴的嘲笑声 女孩找到克里斯 表示自己不能说这幅话 自己心有所属 不要再想着他了 克里斯很难过 他整个人郁郁寡欢 甚至在饭桌上 当面和父亲起了争执 而由于家里太穷 父亲也被辞退了工作 一家几口人 三餐都只能吃白粥 就连残疾的克里斯 到现在都没能拥有一台轮椅 从小坐着的小推车 到大了都只能变成大推车 而且兄弟太多 房间都不够分 克里斯只能和三个兄弟 一起挤在狭小的床铺上睡觉 但谁都没料到 这个全身残疾的男孩 在以后会有多么成功 这残疾人被推着挡在卡车面前 趁着司机下车 两兄弟就拔开后头的挡板插销 接着卡车启动 等到上坡时 没快就散落了一地 两兄弟急忙去偷煤 邻居见状也没闲着 抱走婴儿 就拿着婴儿车开始装煤 三兄弟满载而归 哪只母亲一看 可到了晚上 克里斯望着火 表情却猙獰了起来 母亲这才发现 火炉里扔了个小铁盒 她不顾高温 急忙徒手拿出来 父亲有些疑惑 不就是个铁盒吗 里面都有啥宝贝啊 原来母亲一直省吃俭用 从克里斯小时候 就瞒着全家人存了28磅 一晚母亲恋似名重 让父亲留下 几兄弟全都上楼回避 原来是女儿怀孕了 父亲得知消息大发雷霆 疯狂辱骂着女儿 克里斯在楼上听着 更是气氛不已 她想下去替姐姐说话 但对方却跑了进来 姐姐拼命安抚克里斯 表示自己要走了 让她好好保重 而几天过后 母亲终于存够钱了 为克里斯买下了第一台轮椅 还找来一位专制大脑麻痹的爱灵医生 想要为她进行治疗 一听可以白嫖 克里斯也答应了下来 但不曾想 这一切和她想的大不一样 这是一家专制大脑麻痹病人的诊所 这里全是小孩 有的人目光呆滞 有的人在进行系统治疗 由于难以运动 部分人的身体都极度扭曲 而作为诊所里 唯一一个成人的克里斯 看着和这群孩子做着同样的治疗 她难以接受 在一番抗拒下 克里斯还是回到了家里 打这以后 她整个人一猛了 每天就关在房间 不肯和任何人见面 但爱莲医生不愿放弃她 守在门外耐心劝解 如果你想 我们可以工作这里 我可以教你 这句话刺激到了克里斯 只见她扒开门底的锁头 用脚打开大门 就这样 爱莲开始在家 为克里斯进行治疗 为她进行步骤性按摩 进行肺活量的锻炼练习 但几天的治疗下来 克里斯还是一猛了 为此爱莲送了她一本哈姆雷特 我希望你会停止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失败 在爱莲的激励下 克里斯也开始继续练习说话 久而久之 母亲发现 克里斯爱上了爱莲 但她知道 迟早下去 儿子肯定会受到伤害 这天 爱莲带来个好消息 因为克里斯喜爱画画 她便在朋友的帮助下 答应给克里斯开办画展 对于面前这帮助自己 无数次的女人 克里斯向她表白了 但爱莲的喜欢 也不过是单纯的喜欢罢了 餐级男孩开办画展 受到全场喜爱 她开心地喝了不少酒 却在餐桌上借着酒精 再次和爱莲表白了 可对方却说 身边的这个男人 其实是自己的未婚夫 克里斯不高兴了 她发起酒疯 引来了全场的注意 克里斯还不肯罢休 她喝下一杯又一杯 全场都陷入了尴尬 酒醒过后 克里斯明白自己伤害到了爱莲 她写起一书 打算告别这个世界 可只有个左脚灵活的她 夹着个剃刀 都根本伤害不了自己 她再一次陷入异谋 但母亲告诉她 接着母亲来到小院 开始在空地上挖堵 克里斯疑惑不解 她挪动着身子爬下来 随后 克里斯也拿起工具 和母亲一起扑尼盖碗 此时父亲和哥哥们来了 一听两人要盖房间 笑得不知有多大声 就这样 一家人开始动工 纷纷为最疼爱的克里斯盖起房 有这样的家人 我实在是羡慕的不行了 然而这天 克里斯和母亲外出买菜 拿着回家后 母亲却发现客厅的门被锁死 她往窗户望去 这才发现 出大事了 谈及儿子从轮椅上滑下 她用尽全身力气 拼了命地将房门打开 而随之倒在她面前的 却是父亲的尸体 对方就这样心脏病发作 毫无征兆地离开了 之后 一家人来到父亲长去的酒吧 偿还了她欠下的债款 他们在酒吧唱几个缅怀父亲 却引来了几个男人的不满 接着克里斯推着轮椅来到男人面前 他一脚过去 全家人就纷纷站起 为父亲大战一场 经历这些事后 克里斯明白自己无法成为一个画家 于是他在哥哥的帮助下 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 而换来的 则是八百磅的稿费 他将这笔巨款 放进母亲的存钱罐里 等母亲回家后 全家人就喊她去买雪糕 母亲拒绝不了 就跑去打开了自己的存钱罐 终于 一家人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了 而几年过去 克里斯成了著名的作家 爱莲再次造谅 并邀请她去参加一场慈善活动 克里斯没有拒绝 爽快地就答应了 而在活动现场 她遇见了女人玛丽 对方是她的临时看护 在读过克里斯写的自传后 玛丽彻底沦陷了 而且在两人交流期间 她觉得这男人既风趣又勇猛 就连克里斯也认为 她带给自己的感受十分不同 她不会把自己当成残疾人 而是拥有心灵美好 拥有独立人格的人 最后 两人也步入婚姻殿堂 成为了一对夫妻 而这就是改编自阿尔兰天才作家 兼画家 克里斯蒂布朗的自传的电影 我的左脚 如果你正身处困境 不管如何 请不要放弃 就算失去了行动能力 失去了爱情 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我还有我的左脚 我还会找到真正的爱情 我还会数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